我是Casey Lau,马来西亚的畅销理财书作家及导师 这次我们来了解什么是EDF EDF的好处 EDF信托基金和股票有什么分别 EDF的用途 EDF投资有哪一些策略 在哪里购买EDF 还有为什么我不使用EDF 什么是EDF EDF Exchange Traded Fund Exchange是交易所 交易所也就是上市公司股票转手的证券交易所 Traded就是交易咯 意思是它像股票一样可以被买卖 Fund就是基金 它就像单位信托基金一样运作 因此从字面上看EDF是一种基金 并且可以像在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一样进行买卖 它有很多名称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交易所交易基金 交易所买卖基金 指数股票型基金 总之缩写就是EDF EDF的好处 EDF具有单位信托基金的所有优点 而且通常其实更好 类似于信托基金的好处包括 开始投资成本低 可以很容易套现 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也是受专业人士的管理 虽然EDF的运作方式 与信托基金和保险公司的投资连接基金非常相似 它更具成本效益 主要原因是因为EDF无需支付 那个营销代理的用金没有commission 此外EDF每年的管理费用是较低的 因为通常EDF是被动式管理 以追踪某个指数或产业类型 信托基金 EDF和股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信托基金和EDF 它们都是一篮子的资产的 所以更加多元化 可以分散的投资 那么股票是比较集中的 集中在一个公司而已 信托基金 它的交易日结束时 才计算那个单位的净值 就是它到交易日完了之后 它才会计算到底那个单位是值多少钱 一个unit值多少钱 EDF股票都是在正常的交易时间的时候 那个价钱是分秒在波动的 是买家卖家在喊价钱的 那么信托基金呢 它的费用会比较高 因为这个是前期营销费用 但是EDF的股票只是你买卖的时候 就是要交易的那个佣金 所以会比较经济划算 而且信托基金呢 它是由信托基金公司来建立的 那么EDF是EDF的资源建立的 那么股票呢都是那些上市公司 把自己的公司股票放上去 那么信托基金的费用管理费 是一年大概要1.5%的 EDF呢就比较低 0.03到0.7%的管理费 所以比这个unit trust低很多 比这个信托基金是低很多 但是股票呢是完全不用管理费的 所以你持有那个股票 它没有任何费用 EDF的用途 第一你可以被动式的投资大盘 当你相信特定的市场的未来增长时 你可以省去个人选股的那种麻烦 例如S&P500啊 NASDAQ100或者是中国50强等等 第二个用途就是快速投资特定行业 例如小盘股啊 期货啊 新兴市场啊 生物技术 REIT REIT 医疗保健 ESG等等 第三 你也可以用EDF来对冲 并在不出售股票的情况下 锁定你的收益 你要这样子做 你可以用杠杆EDF 或者是反向EDF来做到这一点 第四呢 你可以更轻松的投资 难以触及的市场 例如南美洲啊 南非啊 以及那些较小的国家 好 EDF投资 有哪一些策略 第一你可以买入并持有 长期的投资 第二你可以用平均成本法 就是Dollar Cost Averaging 定期的去买 第三你可以建立投资组合 一个portfolio 并在深知的时候 重新平衡做rebalancing 第四你可以选择 费用率低 流动性高 而且幸运良好的EDF 宝贝 比较大的名字啦 比如Vanguard啊 Fidelity啊 BlackRock那些 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在哪里购买EDF 第一个选择 你可以在马来西亚 购买当地的EDF 马来西亚教育所 有提供EDF的清单 有个list的 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 购买本地市场的EDF 其实有一些优势 第一 简单 你可以使用任何本地的 那些证券行来购买 你只要有那个教育账户 你就可以购买EDF 第二 它其实有很多 复合伊斯兰教法的选项 就是Saraa Compliance 那对于我们的穆斯林的朋友 有几种 Islamic ETF 其实你可以选的 第三 在马来西亚买 你没有遗产税的问题 因为马来西亚 目前没有遗产税 好了 说了优点 现在来讲一些缺点 缺点就是 其实在马来西亚买EDF 选择是很有限 而且流动性不足 流动性不足的时候 你就买卖差价 会因此会比较大一点 导致交易成本 其实会上升 第三 管理费也会比较高 原因是因为本地的资产规模 远低于那些美国上市的EDF 由于规模经济的效应 一些知名外国EDF的管理费 只有0.03% 如果是跟马来西亚的那些EDF相比 你将支付大概0.6%的管理费用 高达20倍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购买外国EDF 买入这些外国的EDF 你可以通过本地的证券行 相对的这个费用会比较高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要用国外的证券行 相对的当然也比较麻烦 因为你必须开设国外交易账户 而且还需要把权汇款出境等等 但是如果你想购买海外EDF 请选择在LSE London Stock Exchange 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爱尔兰注册的EDF 原因有两个 第一 没有遗产税 如果你相对你购买的是在美国注册的EDF 如果你有超过6万美元的遗产的话 那个就会要缴一些税 大概是18%到40%左右 第二个好处就是由于税收协定 如果他是爱尔兰注册的 他的那个Dividend Beholding Tax 会比较低的 如果你跟那个美国的股票 他们会有一个Dividend Beholding Tax 我们叫做股息预扣税 在美国是30% 如果你是买同样的EDF 在London Stock Exchange 他会降低到其实15% 为什么我自己本身不使用EDF呢 我本身不通过EDF进行投资 因为我宁愿选择个别的股票 第一个好处是因为持有的股票 是无需那种持有的成本的 因为你无需支付任何的管理费用 而且选股票的话 我可以选择我自己最喜欢的品种 就讲一点故事吧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20多岁的时候 我其实喜欢吃Buffet 自助餐 在那里我可以品尝所有的食物 我不知道什么是最美味的佳肴 所以我会尝试一却 我相信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会这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这个经验的增加 其实我不再喜欢自助餐了 我想要一道精心准备的菜 而不是那种喊巴郎都塞进肚子 吃得很辛苦 所以我的投资组合其实也是如此的 这样演变我从单位信托开始 甚至考试成为了信托基金销售代理员 后来当我成为一个更有经验的投资者的时候 我想直接拥有这些收益良好的上市公司的股份 并跟随他们的长期成长 过后我都不再通过EDF 或者是单位信托投资了 总结一下 感谢你们一直观看到这里 除了单位信托 你还可以使用更具成本效益的EDF 来建立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如果符合Saria Compliance 以斯兰教对你很重要的话 那么大马教育所其实有几支 Islamic的EDF让你投资 第三 如果你想投资外国EDF 请选择在英国上市 爱尔兰注册的EDF 因为没有遗产税 而且那个股息预扣税是比较低的 好 请问你有没有下载我的免费的 精明理财贴时电子书呢 可以到我的网站 zakh.kclaw.com 输入你的电邮地址 我还有附加一个保证 不浪费你的时间 这本电子书其实是提供你免费下载的 你只要阅读15分钟 如果你觉得没有用 我会付给你5块钱的分手费 我是KC老摩生算 精明理财 答案